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兄弟们,本期视频要讲的这个事儿呢,有点小严重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帮我想一想 我该怎么去解决 这两天不是五一放假吗? 然后白天呢,我都在直播 就在前天呢,一个粉丝来到我直播间 给我刷了一堆的礼物 具体的金额我不记得了 感觉应该有个几百米的样子 然后下播以后啊,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了这段话 意思呢就是,如果他任未成年误刷礼物的话 可以去找他家长去后台申请这个未成年退款 结果他回复我了,是这么说的 随后呢,他就说会去后台申请这个未成年退款 本来以为问题呢,就这么解决了 结果第二天他又给我发消息了 上来啊,就跟我道歉 说他呢,是个小学生 让我私下呢,通过加他微信的方式 把他刷给我的礼物啊,再转账转给他 还说他家长要是知道他给我刷礼物的话 一定会打他的 随后我是这么回复的 首先他说的私下转账的行为 我肯定是不能做的 其实官方的后台,是有未成年退款的入口的 自行申请的话,就可以全额退款 但问题点就出在 申请未成年退款,需要父母的帮助 而他呢,不敢让他父母知道 怕他父母打他 唉,大家说我该咋整啊 我很清楚,他是喜欢我支持我 才给我刷的礼物 这整的,我真的是进退两难啊 还有我搞不懂的是 我直播间写的这么几个大字 为啥看不懂呢 好了好了,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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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